唐人街我們來了 乾包儀式 這麼有趣的料理 好恐怖喔 我真心覺得來曼谷 就是要找曼谷幫我體驗這種 真奢華的服務 今天入住的呢就是 一走進來那個廳 我就看到好多東西 看到那個狗狗喔 不愧是堪稱 跟我們昨天住的凱丁司機 是有一點點像 可是這邊呢 有很多藝術的風情 刺繡去做的一整個布畫 我覺得超酷的 它JK虎台跟我平常看到的很多 大型飯店JK虎台都不一樣 它是這種很像是那種吧台桌 那種酒吧桌的感覺 它們主打的是寵物跟人 可以在飯店裡面 享受同等的待遇 一樓就有個咖啡廳 它坐在整個大廳的正中間 而且它是360度環繞的咖啡廳 就是像麵包類啊 糕點類啊 可以讓你在這邊享用下午茶 那它這邊除了狗狗之外 只要你進來是能不要讓它在這裡面的自由飛翔 或自由走動的都可以帶進來 但是我覺得這裡最值得分享的是戶外區 我們去戶外區看一下 嗨 啊 好香喔 它有喜香香耶 你是不是喜歡我勝過於你主人 你不想回去對不對 這是戶外一整區 這個荷花石呢 就是接通我們昨天的凱冰四季 然後它們是一整個很大的共用的花園 那旁邊有小吧台可以點一些你想喝的飲料啊 它吃的小點都是ok的 如果你帶寵物來的話 你的寵物可以在這裡上廁所 但是記得還是要謙審 要愛護這裡的其他的環境 不要讓寵物隨意的奔跑 撿便袋 還有便便垃圾桶 嗨 嗨 欸不得了了 你看 40樓 聽說它有231間房間 啊我們今天是住22樓 我覺得它這裡的香氛用的是比較 呃 清香感的香氛 比較不是那種很濃烈的花香 我們今天住的是 2215的邊街 我怎麼傻呀 一進來映入眼簾 而且是它極致巔峰的mini bar 然後一樣有這個高級的雀桃 焦男咖啡 中培 烘培 淺培 欸都可以任君挑選 這個花生發酵超好吃 超好吃 爆米花180塊台幣 好可愛喔 啊一進來房間 我覺得它整體的配色 跟它那個空間的設計 其實都很典雅很舒適 然後在那種現代感中 帶一點原始的風情 窗簾拉開也是滿滿的 市井 在曼谷這邊的飯店都有一個習慣 他們的床啊 都會面對落地床 白天的時候 從外面陽光透進來那個光線感 還有那種明亮度 它那種 一整天起床被太陽曬醒的感覺 我覺得這個是曼谷的飯店 做的真的非常好一點 你看它的燈也好有設計感喔 很像樹洞 只是一些軟裝 都比較偏年輕化一點點 它還有一個這個很舒服的小空間 坐著放鬆看書都可以 最後也是女生最關注的衛浴部分 哦 我喜歡這裡耶 浴缸旁邊有一個作者批的原椅 它的整個浴室啊 也是明亮的這種白色大理石 這真的只能請女來耶 這個透明的 要吃透明花嗎 哈哈哈哈 兩個洗手台不打架 最後就是剛剛我們進來的時候啊 她幫我們把行李放在這個行李置物區 也是我們的更衣室的地方 這個很像打泰拳 fest 我們現在來到3樓的泳池 旁邊呢 就有它這個泳池BAR 它的ProBud在每天的6點呢 都會有個Happy Hour的時間 就會提供紅白酒 一個小時內無限暢飲 然後還有一些這裡軟飲類的 上泳池的開放時間是早上6點到晚上10點 因為三樓剛好看出去就是樹梢 然後他們這邊外面呢 也沒有太多高樓大廈的景觀 就會有一種好像我是在巴黎島啊 屋布那種地方 有那種森林感 好舒服喔 這很有巴黎島屋布的感覺 真的有 這個角度超美的 真奢華 我們現在入住的這一間呢 是曼谷的金服頓 然後在它這個的自食樓 有一個酒吧叫做Bar Young 一進來就感覺到很Young的氛圍 連它這一個 調酒杯子都爆Q耶 我這邊感覺有加苦愛酒 你進去這個苦愛酒味道很濃郁 然後這一杯其實就是他們這裡最推薦的 這個是Ply Apple調酒 這裡面有加泰國的奶茶 然後還有一片我最愛的鳳梨乾 這杯叫什麼 情酒 感覺是情酒 情酒類為基底的 欸我覺得這裡的酒有濃喔 有裂喔 我們點這邊4倍的酒濃度只有2 但是它的酒感都非常的重 所以如果是那種喜歡酒味濃厚啊 就很適合來這裡 因為調酒喝的是瞬間有感的 像它在玻璃邊的一些景觀座位區 可以面對整個曼谷市區 如果你入住這裡的話 兩碗它就會贈送你的這個 免費唱你的酒品 然後另外呢它的 這個攤食區也有沙拉啊 炭烤類的各種不同的攤食 還有甜點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一間它更像是一間 攤酒館 而且氣氛很不錯 戶外區 催 享受完這個 金浦頓頂樓的央霸之後呢 我們來去一下他們 花園底下的美食商店街 聽說那裡也是非常非常的chill 從這個金浦頓走出來 旁邊呢就有一區美食商城 在那裡啊有非常非常多的選擇 像是酒吧啊 餐廳啊 其實我覺得如果來到這一區啊 你就是可以凱冰司機住一晚 金浦頓住一晚 因為這裡的餐點選擇 還有夜間的豐富度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 而且這兩間SPA都是那種奢華到不行 我剛剛偷去看一下金浦頓的SPA Oh My God 我好想要體驗喔 我們走到美食商場了 好啦 講實話 其實我真的很想好好坐下來 但可惜我們時間有限 因為今天晚上 我已經安排好一系列的唐人街 我們要來去唐人街辦案囉 COO China Town 唐人街我們來了 Oh Yeah 來到曼谷 我最最最最最最期待的就是這一條街 記不記得有一部電影叫唐人街探案 今天我就要來當唐人街探美食的美食路人廳 唐人街的巷口就直接有那個 米其林必比登街邊小時 2018 2019都有這個炸油條 它不是台灣油條有的豆漿賣的嗎 有這麼神奇 好吃嗎 好好吃 面食感比較重 對 比較厚實 很多的香蘭醬味道比較稀 然後可是這個的味道相對起來滿濃郁的 而且它給的份量也很夠 所以這一包配這一盒應該是完美OK 我們看到一間我超級想吃的鮑魚粥 就是那個男星的鮑魚粥 欸 很酷欸 第一次看到燕磨花椰子裡 我開始以為它是甜品 就是我以為是那種冰的你知道嗎 可是它上來是熱的 熱呼呼的 旁邊還附了三種果子 它就是熱的椰奶把燕窩放下去 That's all 我特別點了一個 咖哩螃蟹 它的蛋液是生了蛋液 然後直接淋下去了 豆子的部分OK 可是它怎麼有點台式的味道 不可能吧 我們的鮑魚燉飯上了 1 2 3 乾鮑儀式 可以 可以 難怪會被大家推 真的很好吃欸 但咖哩螃蟹的部分就可以多亮 對 應該說它是那種罐頭鮑魚 可是呢它沒有那一種 罐頭鮑魚的死鹹感 它中間是那種軟嫩帶Q 然後不會讓你嚼不爛 這個醬汁的鹹甜味剛剛好 總共呢我們吃了2,300泰銖 大概1,900多的台幣 我們看到了一個很可愛的 就是很像是那種 很古早味的冰 然後感覺泰國街邊都有的 在這邊 好可愛喔 雪碧冰棒 這麼詭異 我把我們家的水碧倒進冰塊盒裡面 冰一個晚上出來的感覺 它是泰國傳統版的杯子蛋糕 它很可愛很像小茶杯耶 杯子蛋糕 很像台灣的涼糕 而且它背面這邊還是滿光滑的 我吃吃它上面的那個椰奶 椰奶的那個奶香氣 平衡了香蘭葉的味道 這個好吃耶 好像柔和夜市喔 對不對你看上面就寫著 官地古廟 我們來試一下這個夜市可以賣到 1公斤1600 巨無霸龍蝦到底好不好吃 我們今天點一隻 它這邊呢 每一種食材呢 都有將近10種以上的料理方式 楊謙四的巨無霸清蒸龍蝦 登登 而且還帶到一點點那個膏耶 應該還不錯 隨便一個這樣插起來 真的可以 楊謙四有值得 超值得 重點是它真的熟度剛剛好 還有這個蝦膏 還有那個香氣 我覺得這很厲害 因為很多大龍蝦 以往我們知道它都很容易 真的過熟 這新鮮程度 堪稱現勞 新鮮的那個殼肉 苗分離 我覺得超級值得超級爽 我們剛剛吃飽了走一走 大概每兩步就遇到最紅的烤魚 所以接著 我們又要等海鮮了 OMG 這感覺超級有隻霹靂辣的 最紅的小章魚 超好吃 超爽 超爽 超辣 超辣 不知道人後面以為我是因為好吃到哭 我眼淚流到不行耶 好離譜喔 但真的很爽很好吃 我覺得大家 來一定要被辣哭一次 才會有那種 唐人街直回票下的感覺 反正旁邊就是賣冰水的嘛 先買好預備一下齁 走了兩步又發現一間 也是來曼谷必吃跳舞的蝦沙拉 然後旁邊呢 這間還有賣這個 魷魚生的 然後這樣子一個Shot By myself 是那個泰麻發揮效用 還是那個真的把我蠟勻呢 你看他現在給了我一個杯子裡面裝 怎麼辣 好恐怖喔 好恐怖喔 他還在動 我有一天害怕 好恐怖喔 賣冬瓜 我敢咬轉他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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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先把頭吃掉 頭 我煮尾巴 這好亂喔 他很貼心 但我不知道怎麼吃的時候 他裝我剪成這種燒小的 好吃好吃 對啊 我覺得比 我去澎湖搭船吃的那種 三醬油跟哇沙比的那一種 野生套Q還好吃 應大家要求 一定要來這個曼谷吃這個跳跳蝦 沒有吃到 其實蠻好吃的 這蠻爽的 這蠻爽的 真的很爽耶 我覺得很划算耶 這樣算下來 其實平均一個人 一千塊泰銖 等於一個人大概八百塊 可是卻可以吃到 這麼多高級的食材 以及這麼有趣的料理方式 甚至是體驗這個唐人街文化 我個人覺得非常的讚 來 曼谷就是 要做 豬豬卡 豬豬卡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等等等等等 很好吃耶 你剛剛早餐怎樣 剛剛早上超級猛 我沒有看過這麼虛花的 超虛花 超漂亮 真的假的 可是不管擺盤啊 然後裡面的種類啊 就是你會不覺得那個是一個 飯店的早餐 你會覺得它有那個 你去外面是高級雜蛋的感覺 其實我前兩間飯店我都沒有蠻窗 可是這間飯店我蠻窗了 我覺得應該是跟房間空調的香粉有關 它是那種淡淡然後很優雅 好像你本來就是香香工作那種香 所以我就是睡得特別好特別沉 這四天三夜裡面唯一覺得我是 我家就是這裡的感覺 然後房價也是最划算的 一碗大概八千億台幣左右 我真心喜歡這裡 分享完了新的大家記得 如果喜歡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喔 掰掰 歡迎收看